在刺杀小说家我演空文和陆空文 一个小说家和一个帅气的少年 他们以前没拍过这么多戏 我说子佳你能不能来去练 他说好了他去练 早上6点我起来 然后练到晚上6点 从身体素质到类似跑酷 踢挂 用摸鞋 洗 哎这个好 小贝亚到打的动作 跳翻 基本该练的都练了 好好 好好好 他状态不错 真的紧了很多 脸都紧了 他以前就圆乎乎的感觉 那这次他整个瘦了很多 子健在拍摄的过程中 是真的吃了非常多的苦 你这个人间大炮 你这个人间大炮 我现在想起都恶着 还要晃一个大炮 就那感觉其实又晕残了 那时候体力有点晕 那高速单身太长了 就没气这样 导演拿了一个晕船药 终于把这吃了 我今天就晕了 停 还要是小宝队长 然后还有华山 又要摇摇 我抬水 我抬水都困了 倒点水 脚要崴了还要跑房间 一二三 感觉要瘪是吗 没有 其实感觉不出你瘪 但我感觉你很疼 表情是看着很疼 他开始了什么事都没有 二三开始 这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这段时间下来说 真是一个极限状态 但他始终都没有坚持不下去 我还能够 再让我试几个够 学校的完成度也非常非常高 只剑演出来以后 就是演出来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鼓掌 鼓掌鼓掌 我们也希望他这种表演 可以打动更多的观众 让观众看到一个新的一个动作面 因此 本期节目 中文章